当然 这样最终总能停止下来的这样一个希望很美好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还不足以成为一个证明 这个算法确实会像我们预期的那样 会早晚或早或晚的收敛于某一个时刻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为此的话 我们需要回忆起刚才我们所介绍的那个角度序列 或者叫角度向量 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应该记得 如果我们确实是按照Delawney所建议的那样 做过一次边的翻转的话 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这儿 每经过一次这样的翻转 我们的角度序列都会有所递增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我们刚才的这个过程 如果是不断地进行下去的话 整个过程就像生物的进化一样 它会不断不断地递增这个指标 而我们显然知道这个指标是有一个上界的 你这样离散地递增上去 迟早会严格地碰到那个确解 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算法应该终止的时刻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